康瑞台风逐渐的逼近 那么台东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得到风势在变强 但是影响不了游客玩乐的心情 还是一样到著名的博朗大道 一定要在风当中 顶着一条乱法被吹乱的头法 要参观一下这颗因为金城武的广告而爆红的大树 而航空公司更是请来了空姐来奉茶继续这个话题 骑着脚踏车在博朗大道上 和著名的金城武术拍照留恋 尽管台风要来游客还是要来看一看美丽的田野景色 我们来的昨天才知道有台风 来第二天才知道有台风 可是继续把行程走完 跑一趟路这样应该要把它完成才回家 这颗因为广告爆红的大树吸引不少游客参观 还造成当地交通大打劫 连附近农民想要夏天干活都被影响 甚至有观光客在这里留下大批垃圾 而为了平息民怨 有航空公司决定要赞养这棵大树 提供这次的这个奉茶赞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这个大家喝完这个好茶之后 能够把垃圾都带走 找来空姐奉茶 希望能再创话题留住观光客 但面临康瑞台风来袭 海上警报已经发布 还是有民众不顾危险到海边冲浪 而种植火龙果世家的果农 也加紧脚步进行采收 就怕康瑞台风 让他们辛苦一整年的成果全部泡汤 中天新闻许日路李贯志台东采访报道